原警拿着盾牌靠近 周姓嫌犯一边假装配合 但这时有眼间原警发现 他一手握着遥控器 扬言要引爆爆裂物 嫌犯企图挣脱 原警眼看情况危急 立刻强力压制 夺下他手中的遥控器 原警将他制服后 从他的后车厢 先搜出一个行李箱 打开后这两个长行的物品 居然就是他制作的爆裂物 车子里不只有爆裂物 还有土制手榴弹 改造手枪子弹改造工具 宛如一座行动军火库 50岁的周姓嫌犯绰号阿超 有杀人毒品和枪炮前科 12年前持枪遇到原警盘查 想要行贿被拒绝 竟然还拔枪想要射杀原警 因为两度卡弹被逮 入狱服刑八年假释出狱后 又开始改造枪支贩售 警方长期跟肩埋伏 日前发现他背着背包 出现在园林市区 因为他随身携带强大火力 原警也不敢大意 全副武装 穿着防弹背心头盔 手持盾牌上前逮人 前犯看到原警立刻从口袋 拿出遥控器 要是按下去随时都可能爆炸 索性霹雳小组飞扑压制 及时夺走遥控器 化解这场可能引爆的致命危机 警方在征讯后将他移送地检 建方依枪炮弹药管制条例 将他起诉并且求处从重量刑 东森新闻陈永宜 王福安在彰化采访报道